富里乡民代表会进行到了第四天 由张玉立、潘雾本、林梦柔三位代表 一续进行个人的总质询 首先张玉立针对文田桥的后续修补计划来质询公所 希望乡公所能够重视 另外潘雾本代表则是针对东竹加油站旁边的 加水站的环境问题提出建议 而加水站总是人来人往垃圾多容易发臭 而且附近有东竹国小 为了学童就学品质 建议公所列为重点区域管理 林梦柔则是针对现在的湘工所 进行两个月的大楼修缮工程 但是许多民众反映 前往洽工时因为告示牌只有A4大小 根本没有注意到造成洽工不变 今年2012年四分钟就学会了 但是它有一个大楼子是针对 我的天然是针对 我应该有一个大楼子 都在是针对 这一天是针对 我的天然是针对 那是针对 我说是针对 这一天是针对 有三天就会有什么 能够重点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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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